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国际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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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的声音 復出 尤其提出改革开放 那时候 老霍生 我看你作为中国人 大家都希望 看看是否真的可以幫到國家 剛剛發現中山有溫泉 中山在三項雍脈的地方 應該可以建造酒店 鄧小平先生來中山 爬山走到一半 有些人說走了那麼久 就回去走回頭 他就說不走回頭路 他就走回頭路 中山做了之後 大家覺得挺好 大家說怎麼再發展 如果你有歌腰富球場 其實酒店的格調都提升很多 當時很多大家都很怕資本主義的事情 老霍先生說不要爭論 就先建建了 大家不同意 作為公園 白天鵝賓館就是廣州當時 是對外很重要的城市 缺乏一間五星級酒店 老父親都很支持 對他們來說 其實就不是這樣 是投資一間酒店 希望自己 中學自己設計 自己管理 廣州白天鵝賓館 無論是否 或是否 都會令你情深滿意 南沙的地方 因為沒有路 沒有橋 沒有交通 其實這路沒有發展 我爸爸對南沙的路 都很提好 因為這裡是水機深的地方 還有珠江剛剛中心的地方 還有廣州 就是搬移者廣州 是最接近香港的地方 那怎樣 希望怎樣利用這個地方 作為一個廣州 香港一個橋樑作用 我都會想要得到 是瓶石 出現的地方 作為一個廣州 的地方 是人生的地方 在那裡 都會想要到 的地方 是人生的地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